季菜开什么颜色的花 季菜花开出的颜色基本上都是黄绿色 在季菜花初期的时候,颜色为深绿色 花苞颜色是外绿内白 当进入到生长期间时,花瓣颜色为白色 最后进入成熟期间时候,则颜色为绿色 新鲜的季菜花可以进行加工 在初步加工之后,颜色变为淡黄 之后经过深加工后,颜色为深黄色 或者带来一种淡绿色 季菜花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常常搭配色百叶、焊莲草一起食用 具有凉血、止血的作用